楼市利好有三宝 调利率 松限购 降首付比例 在这政策三宝的连番轰炸下 楼市已经逐步触及政策底 就是蓝里剩下的两大重磅级武器 无非就是 一二线彻底放开限购 执行大规模棚改货币化 不过 从南京被强制叫停解除限购可以看出来 房住不炒依旧是主流 也就是说 一二线城市如果没有出现大规模库存问题 基本很难全面放开限购 彭改货币化堪称就是核武器 动用核武器能够瞬间将楼市送上天 但爆炸后的辐射非常严重 至今没有丝毫启动的迹象 也是考虑诸多因素 这种强行塞钱给老百姓买房的做法 可以使得房价再来一波暴力拉升 同时也代表广大人民钱袋子将被彻底掏空 拆迁户变爆发户 那还谈什么社会公平性 积极鸿沟本来已经固化 这波操作下鸿沟变天欠 上升通道直接锁死 市场政策底夹杂着情绪底 现阶段市场情绪呈现两极分化 有人认为房价会涨想尽办法上车 有人认为房价已经丧失动能 尤其是经历过大跌的投资客 已经开启抛盘模式 做投资不能只根据情绪 判断市场真实数据比人云亿云可靠多了 但有一点 无论是楼市谷底还是封顶 相对为了刚需买房 大家想从楼市里赚钱的想法 更占据上风 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比如前段时间 一个叫做韩蒙元的楼盘震惊深圳楼市 12.6万平的房价 239套房迎来2348组客户登记 最终1175组客户突出重围 通过终审 按照这个比例 基本是五户家庭抢一套房子 这在冰封了一年多的深圳并不多见 为什么动辄千万起步的房子会迎来哄抢呢 是大家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完 财逆风而行吗 其实关键在于限价倒挂 海某人虽然房价高至12.6万平的房价 但周边的二手房普遍在18万元以上每平米 以海德元一套161平方米的私房为例 如果以12.6万元平均价买入后 以周边二手房价格18万平出售 就可净赚869万元 如果以最大户型251平方米计算 价差则为1355.4万元 这波操作下来 一套房子稳赚千万利润 简直是农民翻身把歌唱 再怎么佛系的人 面对几乎五本套利的空间 谁能做到无动于衷呢 肯定会有兄弟觉得 这是有钱人的游戏 击鼓传花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只能吃瓜看戏干瞪眼 别着急 我们来看一下成都 一个叫做新红楼某城的项目 启动三期登记 直接引爆了当地楼市 360套房 报名人数破10万人 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房源其毛批均价 在每平米1万左右 最低可以达到 9800元每平米 而整个天府新区 二手房的均价 在2.3万每平 且新红姬自己的二手房 也跑到了2.7万每平左右 如果幸运抢到一套 100平米的房 意味着稳赚100多万 这笔重彩票都刺激 而这新房的价格 普通人也能到负担得起 事实证明 一二线城市从不缺购买力 只是大家都在观望 等待倒挂力度 比较高的新盘入场 去抢新房 这就是居住需求其次 赚钱效应为主 限价倒挂 说到底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表面上看来 是给刚需创造福利 但本质上加剧了市场的 不公平性竞争 让买房变成了 完全靠运气的抽奖游戏 而在整个市场结构上 也让二手房 整体库存规模 加速上升 多少投机者 宁可一直等新房 也不愿意踏入 二手房市场半步 还有一些业主 为了抽奖 想方设法处理 掉手上的二手房 为了腾出房票 继续抢新房 而这会造成 二手房库存超标 比如最典型的 瑶都杭州 已经出现危险信号 目前二手房挂牌量 已经高达23万套 住宅挂牌 逼近17万套 为杭州历史最高 也是全国范围内的最高值 好在相应的政策出台 特别针对二手房市场 进行自救 面临同样库存状况的城市 还有南京 重庆 天津 成都 武汉 广州 哈尔滨等 都在10万量级之上 对于新房 政府还可以发布限跌令 防止开发商大规模抛盘 但对于二手房市场 总不能直接让老百姓 打折卖房 一旦二手房投资客 开始抛盘带来的风险 要远比新房市场更猛烈 虽说每个城市的基本盘体量 都不一样 可根据人口 经济 二手房库存的综合 对比值计算 大栏提醒各位兄弟 杭州 天津 沈阳 南京 哈尔滨 大连 郑州 青岛 昆明 呼和浩特等城市 二手房库存出现了一定的风险 需要大家提高警戒 二手房流动性弱 对于炒房客比较多的城市 很容易出现 抛盘砸盘的现象 尤其是杭州 今年下半年 大可能陆续出现大量损盘 二手房打折 会成为一种现象 到时候有资格的兄弟 可以考虑去捡漏 很多城市并未意识到 二手房高库存风险 还在纷纷放开限售 限售放松 市场又会涌进大量的供应 继续推高库存 上面提到的这些高库存城市 今年要么买到挂新房 要么就等到年底 看二手房动态 如果你有小道消息说 这个城市 大家在抢房赶紧上车 这时候千万不要头脑一热 不管3721上车接盘 首先要看这些人 抢的是什么房 到挂盘 基本反应不出楼市行情 要明白 重彩票类型的游戏 不等于市场真实购买力 如果大家都在 抢常规商品房 这时候就在证明 楼市行情在反弹 这时候上车 就是在抄底抢跑 现阶段 政策在放松 必好不断涌来 大蓝提醒 楼市虽好 上车也需谨慎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 请持续关注大蓝财经 你的点赞留言和关注 对我至关重要 这能拯救一个在知识区 苟且偷生的地产人 我们下期再见